葉建源議員 這次對教育界來說都可謂晴天霹靂 沒辦法理解 剛才何俊元議員說這個餘業貸款基金 他很希望在農曆年之前通過 我很明白他的心情 但我相信我明白他的心情的同時 何俊元議員也應該很明白我的心情 他希望農曆年之前通過但現在 教育界裏頭的資訊科技教育 增潤計劃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的策略 要等到下一年 的財政預算 擺到整體的撥款 通過的話 我相信可能也要等到暑假才能完成 等到暑假才能完成 即是說遲一年 本來我們等了一年 就今天 應該能完成 但是我們可能要等多一年 無端端 我不明白 為什麼政府要作出這樣的安排 而且 我非常憤怒就是 每一次抽議程 都是抽教育的 公務小組委員會 抽議程當中 大部分也是教育的項目 起學校 特殊教育的中心 現在 就到資訊科技教育 這種情況 我不知道為什麼 政府會作出這樣的安排 我們很明白 資訊科技教育在整個議會裏頭 我相信 在座當中 泛民也好 建制也好 都沒有什麼特別大意見 我們都希望肉成其事 所以今天 應該作為第一個議程提上來之後 我們很快就通過了 通過了之後 再處理消防水警 就到餘孽 為什麼 連這件事都不能夠等待 我們就立刻要抽起這些議程呢 抽起這些議程之後 就放在財政預算撥款那裡 我其實就不明白了 為什麼放在財政預算撥款那裡 過去有沒有這樣的先例呢 為什麼 如果是可以這樣做的話 為什麼不是一開始 我們就放在財政預算撥款那裡 又或者何俊仁議員都可能會問 為什麼 我們這個 就是餘孽貸款基金 不放在財政預算撥款那裡 一次過搞定 搞定了 究竟那兩者之間的劃分 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可以隨隨便便地調來調去 這個我相信 政府必須要一個很好的解釋 而且 在這個整個安排當中 我覺得政府必須要 向教育界 好好地交代 為什麼每一次 我們都要向教育界去到 都要向教育界 する